172 《東方日報》 李冰冰投資恐怖回憶 2015年7月4日娛樂師 實內地女星李冰冰首次投資的經略電影《張鎮講故事之鬼迷心笑》 近日於內地上映,引來大批圈中人追捧 余成龍、張子儀及趙薇等,中人均給like及留言 成龍更讚為你驕傲,子儀則表示要自圖腰包買飛捧場 首次轉型當出品人的冰冰自然有點緊張 透露題材是讀大學時的回憶 更只向來不敢看恐怖片 姑別人獲釋他投資經略片也不敢相信 首次看片時,我是邊蒙眼邊偷看 還不停安慰自己,為中途差點被嚇哭